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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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法民门里面为我们行事 善法只有十一个 卧法有二十六 由此可知 行词所谓 性物不是没有道理 那么这个性是习性不是本性 本性善物都说不上 所以孔父子说的性跟孟子寻子讲的性不一样 孔子讲本性 所以说性相近 一切众生的本性都很接近 而在佛法里面说的本性是一不是二 那个意思更深 习相远 孟子寻子讲的性是习性 习性 这个应迷就不晓得回头 迷而不返 不知道回头 不回头 就愈迷愈深 你看从佛法界 这十法界 十法界从佛法界 到菩萨 他研究生文 到六道 一直到三土 越迷越深 真的是 一世不如一世 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 一世不如一世 就劳累 祝福菩萨 在六道 十法界里面 教化众生 更新利益的 与佛菩萨有缘的 听到劝告 容易就肯回头 这个就是所谓得度 缘分起年的 遇不到佛菩萨 那就没法子 遇到佛菩萨 听佛菩萨的教诲 不能够深信 不能够奉行 虽然 依旧造业堕落 但是 阿赖耶里面 总算中了善根 只是善根 不如 烦恼吸气 强大 这个善 善根 敌不过烦恼吸气 还是要长期 轮轮 我们这一生 遇到佛法 很幸运 能够迅速奉献 要知道 那是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 文法 累积的善根 这一生起作用 起作用 就得度 祝佛菩萨慈悲 祝佛菩萨慈悲 所谓佛师门中 不识一人 昨天 李会章 告诉我 前两天 有一位老居士 这个老居士六十多岁 常常在我们念佛堂念佛 他也有病 病也很重 告诉李居士 他要往生 这个 请李居士 提的办厚事 李居士说 我二十六号要到中国去 那你要往生 一定在这个之前 我才能替你办事 你要是 在这个时间之后 我就保不上忙了 他是好 他讲的 是昨天 他讲的昨天的日期 昨天是二十号 昨天二十号 他说 下午五点钟 往生 他是前几天给他说 昨天下午五点钟 一分一秒都不差 他就走了 李居士答应 去他办厚事 他说厚事办好 到二十五号才办完完 二十六号到中国去 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 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 过去也遇到好几次了 过去也遇到好几次了 不但遇之时之 可以提前走 也可以延后走 佛法里面讲的 生死自在 他可以提前 可以延后 想哪一天走 就哪一天走 这就是生死自在 念佛堂念佛的老太太 诸位要知道 这就是根属的众生 他真真成就了 他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做佛去了 所以我也常说 道常殊胜 念佛堂殊胜 殊胜不在人多 真正枉森的有多少人 这个叫殊胜 我们看西方确实 就明妙行菩萨 他们那一帮人在会共修 只有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都枉森 你说这多殊胜 所以殊胜出来 从这个地方看 人都是热闹 那是什么殊胜 那么念佛何也能往生 这些道具 方法 境界 我们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 如理如法的修学 真是古代德所说的 万修万人去 都是四世真相 反而是修行不能去的 是你对这个世界 有所留念 也就是所谓是放不下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障碍 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在读读大臣 一定要了解 这个世间是虚幻 不是真实 凡所有想 凡所有想 皆是虚幻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眼 无论 无论什么事情 都不能当真 只有 只有 念佛往生 这一段事情 是真实的 下顶之心 下顶之心 往生是活着往生 不是死着往生 这个佛法叫当生成就的佛法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这个臭皮狼不要了 丢掉了 换一个身体 幻的身体 跟阿弥陀佛一样 经上给我们讲 自摩真经色神 像毫光明跟佛完全相同 西方世界 平等世界 这个才是真的 除这个之外 全是假的 假的 放在心上干什么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了解这些四世真相 断卧修身 是学佛的根本 是往生 必须具备的条件 我们在讲习 我们在讲习当中也特别强调 凡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 必须具备 必须具备上善的条件 上善 我说过 心善 意善 行善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节目 没有丝毫的 无意 我们具备这种条件 念佛才能往生呢 那么由此可知 许许多多念佛人 一生念佛 最后不能往生 占大多数 往年我在台中 黎禀老常给我讲啊 一万个念佛人 真正往生的 念三人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现在这个原因 我们想到了 念佛念得好 也非常勇猛精进 持戒惊严 依旧不能往生 这个原因是什么 心善 意善 行善 没有达到 标准 神经里面 还有贪爱 逆境里头 还有成慧 这个不能往生 这个不能往生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什么时候悟逆 什么时候悟行 尤其要清楚 卧断经呢 就是 所以此地 讲卧报 讲得多 分量 多过善报 一倍都不止 几乎 我们从分量上去看 看 讲善报 只有讲到 这个分量只有四分之一 讲卧报 有四分之三 第一句 第一句 这是总说 啊 沟沟 沟沟 飞翼而动 背离而行 这个注解里头 说得很清楚 他说自此 至死亦即止 祥淫为我 招惑之死了 二句总是提刚 这个两句是总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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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齐心动灭 这是卧心 这是卧意 背离而行呢 是卧心 跟三善完全相反 非意而动 一眼 是毅力 这一个字 前身的标准 很多 大乘的标准 大乘的标准 这个毅力就是信德 凡是 不获于信德的念头 这个就是义我 心我 心我 信德的标准高啊 菩萨的标准 我们一谈经做比喻来说 慧能大使讲的 本来无一无 只要有一无 就错了 所以禅宗 念佛一声 竖口竖三天都竖不干净 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啊 心里头本来无一无嘛 哪来的佛呢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念佛 都是故事啊 心里动个念头 动佛了 都错了了 好宽气 那么我们再问 好 心里头 什么都没有了 一样也不想了 对不对呢 不对 还是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落在无明里头啊 你要真地什么都不想了 你将来到哪里去 生到无想天去 那无想天是外道天的 所以你说 其心动念 错了 不其心不动念 也错了 到底怎么办 祖师大德常常 到这个关节 就不说话了 你自己去参望 佛法的修学 无论是大臣小臣 记住一个总纲林 总原则 定徽等修 有定没有徽 就多无明 有徽没有定 就多妄想 无明妄想 两边都不诸 这是定徽等修 也叫佛会双修 样样明了 是会 如如不动是顶 如如不动的时候 样样明了的时候 让样明了的时候 如如不动之时 真功夫啊 无论是 瞬进逆进 善缘 卧缘 对他总没有妨碍 外不多相 内不动心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大经常讲 急急急心心 心心急急 急就是如如不动 心就是清清楚楚 所以那个生活 是生活在定会之中 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 这个境界高 这个境界高 我们促学 决定达不到 达不到呢 那这个义的标准 我们就往下降了 降到最低的标准 我常常劝大家 随圣佛陀教会 这个就是 是我们现前的程度 我们依无量手机 依感应品 感应品可以依靠的 虽然不是佛经 印足提倡 他里面所说的 诸我莫做众善奉行 会边所注解的 里头就有自尽其意 那跟诸佛如来所说的 没有两样 这是我们应当要依靠 成就我们 善心善意善心 所以齐心动念啊 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 我这个思想 佛永不游是我 如果佛在经上 不允许我这样想 不允许我起这个念 这个念头 赶快就要放下 佛在经上 时刻我们起这个念头 而劝勉我们起这个念头 我们这个念头一定要起 尽忠法门 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 只有待业往生 我们才能做到 我们才能做到 待业往生 佛叫我们支持明昊 所以禅 真的我们连编都摸不到 好啊 那个境界太高了 我们是从游到空啊 人家是从空到游啊 我们今天从这个方法是从游到空 我们 佛叫我们念佛 佛叫我们义佛 义就是想佛 我们天天想佛 想佛的向好 想佛的光明 想佛的存心 想佛的行义 想多了啊 我们渐渐就跟佛相似 发愿求生 救能的人 如果违背佛的教诲 违背信德的行为 这是大我 我们平常讲啊 这是故事 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讲是大我 这两句是大我的根源 飞翼而动 背离而行 跟你一句话 看 听起来 还挺温和的 这被我们的意思 太深太深了 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 感谢观看